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V生命灵术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持续分享 在生命灵术九宫格当中的关系篇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连线呢 是147 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 要来跟大家分享 拥有一四七连线的人呢 他们在亲朋好友的相处 还有亲密关系上面 内心的渴望以及行为的特质 147呢 这条线其实我们原本叫它主导线 它主要就是来去展现的是 执行和很务实的特质 这个特质呢 放在关系当中呢 它也代表的是很专情 而且很强大的责任感哦 这跟147它有结合 三个数字的特质还是有关系的 它分别代表了 1这个数字的自信 主动不服输 4这个数字的按部就班 然后会设定KPI 还有遵守规矩 以及7这个数字呢 会去事先收取资讯 多面向的思考 并且拥有强大的执行力 所以综合理上三个特点啊 147的这条连续在关系当中 温迪姐呢 会叫它自我约束线 在关系当中呢 其实他们不太需要对方担心的 然后他也会很适当的去体谅 和了解对方的难处 4跟1这个数字当中 高自我要求 不想让人家失望 以及4这个数字当中 就是遵守本分 去接受社会期待 最后还有就是7这个数字当中 你们很欣赏 很有才艺的人 有关系 平常给人家的感觉 非常的冷静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 有一点点古板的感觉 但是其实有147 连线的人 只要遇到感情啊 他们其实是一个 非常愿意将另外一半的意见 放在第一位 甚至是放在自己之前哦 可能只有另外一半 看得到他非常小女人 或是小男人的那一面 实际上他们在谈感情 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有147 连线的人啊 有的时候给人家 会有这种很强烈的距离感 甚至呢会有一种 他们好独立的感觉哦 让人家觉得没有这么好 去靠近 甚至是不通情力 但是呢 其实有147连线的人 他们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 柔软害羞 以及能很愿意成为家人 或好友的依靠 那他们这个内心呢 除了非常柔软之外 他们也是非常 长情的代表型人物 他们不太轻易 开始一段关系 但一旦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会完全性的付出 不轻易放弃 所以他们为什么容易谈 那种长跑型爱情的 原因是在这边 有147连线的人呢 你们在跟亲朋好友 关系相处的时候啊 可能不是一种 嘴巴非常甜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们在 跟大家相处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理解对方的期待 就长辈们啊 朋友们啊 甚至是长官们 这种期待 其实你都懂 那你就是嘴巴不甜 所以你就是喜欢用行动 直接来回馈大家的 你们是那种小到念书啊 选科系啊 或者是这些人生时间点的规划 虽然嘴巴不讲啊 但是你们基本上都是 按照家人 或是家族的期待来去执行 你还是会把它当成 你的参考意见 他不是就是说 完全一百分 可是我觉得至少 有七到八成的时候 你是愿意将他们的建议 放在你的心中的 有的时候你就算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都按照 他们的目标来做 但我觉得整体来讲啊 你们本来就不是让家人 或者是亲朋好友会 太担心的 你们甚至是他们 很骄傲的对象 在跟长辈们啊 或者是跟家族相处的时候 其实认真负责任 不让人家担心 甚至是不会在口语上面 有太多增值的时候 你本来就是会让大家 很放心的一种特质 你们在内心 其实是很愿意 接受所谓的长幼有序啊 要尊重长辈啊 即使你可能不认同他 但是你在公开的场合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管住自己的嘴巴 而且你蛮冷静的 因为你知道 每一件事情 都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即使这个标准 可能它并不是最好的 可是它叫做常规标准的时候 你就会让自己冷静一点 甚至是你会把崩溃放在心里面 可是表面上你都是没事的 这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得体的人 所以他都不会表现他的不满意 会 但是如果那个表现啊 不会让整个环境 当下的那个情绪情况变得更好 他们会忍住的 很窝心啦 可是他这个窝心 跟大家平常想的窝心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听到窝心这个词 就会觉得说好像很暖啊 嘴巴甜啊 会帮我顾前顾后 他们比较不走这个路线 他们的窝心是把自己做好 你想要或是你期待的事情 他就是先帮你安排好的那一种 并不是大家觉得的窝心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帮 有147连线的人表达一下下 好那如果有147连线的人 谈恋爱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如果你是有147连线的人 然后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们真的是超线内住的代表 本身除了工作能力很厉害 有亮点之外 然后你们也很擅长 比如说规划分析啊 超强的执行力 纪律也很高 所以如果当你把这一点 发挥在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厉害的能力 你们会很愿意花时间去研究 和了解对方的这种兴趣 甚至是主动的去学习 你的另外一半在职场当中 可能会用到的资讯有哪些 例如来说你的另外一半 可能做投资的 你可能就会去了解一下 这些投资的相关资讯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是很快乐的 因为你觉得能够 跟另外一半交流 甚至是有一些意见的反馈 其实是你觉得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幸福感 你也觉得说能够跟他一起进步 在这种求知欲望当中 是一个可匹配的 其实是有一147连线的女生 当中觉得幸福的来源 但如果你是有一147连线 但你是男生的话呢 你在感情当中 就比较容易出现 希望对方 按照你们所规划的时间 和规矩来过生活 诚实来说 有一点点大男人 一点点 这词我要很小心 就一点点 为什么呢 我们来帮大家解释一下 他们基本上习惯呢 先帮对方规划好最好的 所以他其实是有做功课的 浪费时间的 有可能会让你受伤 他都帮你屏除掉了 所以他会直接跟你说 我告诉你哦 他就是三个步骤就好 或是你每天早上 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他才能够长期对于你的身体 是一个比较好的积累 可是你知道 147我们刚刚就讲嘛 嘴巴没有那么甜 所以他有时候 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这么多 他就直接告诉你 丢一包东西说 就这样做 所以有的时候 会让人家觉得 哦好强势 可是如果你是了解他的女生 你会知道这个基本上 就是他很疼爱你 和负责任的表现 那如果那个女生 反驳他的 有一点大男人的行为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刚刚交往的时候 其实 这种状况比较少 因为呢 会欣赏147连线的女生 其实是享受他们很专业 甚至是比较霸气的那一面 通常这种会出现在 交往久的时候 交往比较久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说 我想要试试看我的方式 就女生啊 女生可能会想说 我想试试看我的方式 但我觉得这就是要看 他们两个人 过去纯的沟通的 筹码够不够多 经不经得起草啦 因为我觉得 一定是一个争执的过程 有147连线的男生 建议跟他们相处的人 要试图的帮他们搭话 把他们的想法引导出来 或者是说 可以用一种询问的方式说 其实我知道 我知道其实你是为我好 所以在这个基础点上 你可不可以开放一到两个 可能可以有谈性 或是我自己做决定的机会给我 这是要来沟通 所以我要跟 有147连线的男生说 对方啊 一开始前期的时候 因为非常的爱你 跟欣赏你 还有了解你 所以退让这件事情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他们也会觉得说 在整个退让的过程当中 如果能够让你们的爱情更好 对于喜欢你的女生来说 其实他们不会这么的痛苦 但是长远来讲啊 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可以都是退的那个人 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有交流 或者是说 哎我说的话 其实是能够成为你采纳 参考标准之一哦 还是要适当的去了解一下 你所谓的好规划 就是对方觉得最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 他的环境变了 或者是他的需求变了 可以用沟通的方式 把你们彼此坚决的好的事情 来去重新规划成 比较适当的 适合现在的标准 所以有147的男生 你们真的要练习一下一下 聆听对方的一些想法 还有呢要与时俱进啊 就不要把父职辈的那一代的 或者是你曾经受过的教育 跟你觉得成功的方式 视为唯一 所以这是要跟有147连线的男生 在感情当中 温妮姐小小的分享 你们非常的疼爱对方 而且这极其难得的专情和负责任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没有掌握好 他会成为在感情当中的一个小压力 那反过来了 如果你是正在跟147连线的男生 相处的女孩子 我觉得适当的撒娇 还有呢 帮助他们把内心的这个害羞说出来 会是你们感情更加增温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生命灵数九宫阁 147连线在关系枪处当中的内容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周见 等待会儿 我们下周见 等会儿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